昨天我听同学告诉我 全球每一天 吃的这些动物 有个概略的统计 好像上一亿 我听说大概是四亿 杀的这些畜生 一天杀这么多 有果报 现在每天杀神 每天杀人 多太是杀人 联合国 世界卫生组织 公布每一天平均 多太超过十五万 每一天杀十五万人 这杀的什么 自己的儿女 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孝子 那果报如此 你把儿女都杀掉 儿女怎么会孝顺你 来都是报仇的 都是抱怨的 都来讨债的 不懂因果 灾难 许多信息告诉我们 如何能够平安度过这个灾难 第一个要心地善良 要舒适 你看 不要吃肉 情绪稳定 不能心腹气躁 要有爱心 与这 拘束这几个条件 这个灾难的时候 都能平安度过 我们想想 有道理 不可以吃中身肉 看到中身肉 就马上要想到 渊源相报 没完没了 还能干这个事情吗 不能种育 一定要节制 怀孕 决定不能多胎 这个小孩来 是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无论是哪一种理由来 你把它杀掉 那就结上仇恨 报恩的 变成怨仇 他是来报怨的 来报仇的 仇上加仇 这来生更麻烦 会报得更残酷 讨债的 你没还 你把它杀掉 不但欠他债 还欠他命 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 下暗图地狱 太可怕了 二老子 那 要 咯 特别 似到